哈喽大家好 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从旧的iPhone 转移所有的资料到新的iPhone上面 又到了换iPhone的季节 每到这个时候心中都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真的很担心LINE没有传到啊 或是转移需要很久的时间之类的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告诉大家 这过程当中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在转移之前的前置作业吧 首先在前置作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备份你的LINE 首先点进LINE里面 接着在主页的右上角有一个齿轮 点进去 这边会有一个备份聊天记录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马上进行备份 就点下去 他就会帮你备份了 然后这部分有一点诡异的就是 你今天就算备份了 你也一定要手机对手机直接转移 才会得到完整的对话 如果你是用iCloud还原啊 或者是他这边有一个什么 以行动条码移动账号 用这些方式你都只会留下14天内的对话 因为我上一次换iPhone我就想说 这个方式好像很方便 就是直接用行动条码扫描 结果单进去之后 发现只有14天内的记录 然后你旧的账号就被洗掉了 欲哭无泪啊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确保你的电脑也有登入LINE 就是确保你的聊天记录 还有另外一个备份 然后再来下一个就是要打开LINE的 移动账号设定 就是在这边点进去 这个移动账号就把它打开 再来第二个前置作业就是要清理手机的空间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最重要的就是相簿 因为如果你今天完全没有清理的相簿的话 你得要转移会转移超久 尤其是相簿里面大家可以检查一下 哪些影片是不要的 或者是你可以进到最近删除的这个选项里面 先把它清空 那我自己在转移的时候 一定都会先把照片跟影片都备份到外接硬碟 所以等于我在转移的时候就会快非常多 那没有这样子用过的人我很快说一下 就是你要用电脑在外接硬碟创一个照片的图库 然后再把iPhone的照片同步到那个图库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把iPhone里面的影片跟照片删除 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备份 这是最重要的环节 你可以选择用iCloud或是电脑备份 那因为备份这件事情真的要花不少时间 如果你刚刚就已经先把照片影片都先移出来的话 接下来备份跟转换都会快非常多 首先第一个讲到iCloud的部分 苹果从2021年开始提供了一个免费iCloud备份的服务 就是今天你只要换新iPhone 就可以免费的使用21天 然后它是容量加大的 所以不太需要担心容量的部分 所以是蛮推荐你在换机之前 不管你今天要用哪一种方法转换 都先用到我接下来讲到的这个备份 首先我们进到设定里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一般 往下滑到最下面有一个 转移或重置iPhone 然后这边选开始设定 然后按完成 接着你就会看到这个位置 它已经开始帮你备份了 那依照你的档案大小 它所需要的备份时间可能不一样 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下电脑备份的部分 那电脑备份的部分 我们先准备一条传输线连接手机跟电脑 现在电脑上面我们先打开Finder 那如果你今天是使用PC电脑的话 就要下载Items 然后我们在档案夹这边找到自己的手机 接着在备份这一栏我们就立即备份 那就看你需不需要加密 那备份完毕之后检查一下 这是不是最新的时间 没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转移咯 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到转换的部分 那我们尽量会介绍三种方式 第一种非常直觉 就是你的新手机跟旧手机摆在一起 它们自己直接传输 那第二种是从iCloud回复 那第三种是用电脑上面的备份 回复到新手机上面 那第二种跟第三种都不用旧手机 那首先来介绍第一种方式就是你的新旧手机 直接转移哦 那在新手机上面 它会先要你设定语言跟地区 我们就先设定一下 然后它就会自动跳出这个画面 你就可以直接在旧手机上面来设定新手机 那出现这个画面 你就用相机去对准它这颗球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来设定网络哦 然后中间它会要你输入密码跟设定网络 选择完毕之后呢 它这边会有一个软体更新的画面 因为据说iOL17 它在转移的时候很容易卡住 那最新的软体版本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在转移之前呢 就是还是更新一下哦 接下来出现这个画面 我们就选从iPhone转移 然后上面写说5到10分钟 这个参考就好哦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档案大小 然后再看到这个画面 它会让你看到说它会转移哪些东西哦 这样有一件事情就是它没有办法部分转移 你要转就一次全部都要一起转 就算你选自定 它也不会让你部分转移资料这样子 那我们就按继续 那接下我们就进到实际转移的部分 那我就先说我原本旧的手机 它里面全部的资料是90多GB 然后传送的时间大约要17分钟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这个时间不一定准 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种转移的方式 就是从iCloud回复 就是我们刚才旧手机 不是已经在iCloud上备份过了吗 那我们现在就是可以直接在新手机上面 取得这个iCloud的备份 那我们一样呢 先设定地区跟语言 那在设定完密码之后 它这边会有一个转移资料的界面 这边我们就选来自iCloud的备份 然后这边它会要你登入你的iCloud 那接下来它就让你选择 你要回复哪一份iCloud的备份 那当然是要选最新时间的那一份 那这边确认完并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选择继续 那这边它也会让你加入 你原本Apple Pay里面的卡片 那你也可以选择说 你等一下传完之后 再来设定卡片也可以 好然后现在它就开始 从网络上面下载你的iCloud备份了 然后必须要说这种回复方式 跟你家的网速有超大的关系 就是如果你家网速很慢的话 千万不要用这种回复方式 因为真的会等超久的 因为像我刚才已经等了五分钟 它连剩余时间都算不出来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自己评估一下 你家的网络速度 适不适合使用从iCloud回复 那第三种方式呢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从电脑备份 还原资料到你的新手机上面 那一样我们先设定完语言跟地区之后 它会出现这个画面 那这边我们先选下面的 不要从任何装置还原 那在软体更新这边 我们可以直接先略过 然后接着呢我们一直往下点 那你一直往下选下去 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那这边我们就要选来自Mac或是PC 那接着出现这个画面 我们再用连接线连接 我们的新手机跟电脑 那在电脑上面需要允许存取权 接着呢你会在Finder这边 看到你的新手机 或者是如果你用Windows PC的话 就是要用iTunes 接着这边就会出现 从此备份回复 那你就看一下这个备份时间 是不是正确的 接着我们按继续 接着在手机上面 我们也需要输入密码来信任这部电脑 接着它又出现了这个软体更新的画面 那因为刚才我想要从手机上面更新 它一直不让我更新 所以我决定在电脑上面 按这个检查更新项目 然后按下载并更新 因为我原本想要用手机自己更新 但是进度一直卡在零 然后用电脑就顺利更新成功了 如果大家有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可以用电脑试看看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回复备份了 在备份这边有一个回复备份 这边就会有你旧手机的备份 然后选择最新的日期跟时间 那我们选择回复 然后选择清除并回复 然后从电脑上面转移也需要花一些时间 JOSKI要摆的资料大概也是要二三十分钟 好那这样转移完毕之后呢 我个人觉得最好是旧机跟新机摆在一起对传 风险最小而且速度最快 因为其他方式都是要先上传再下载之类的 那影片的最后呢 记得要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周遭 最新换iphone的朋友 另外呢还有其他疑问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另外一些比较顺话的内容 我都会放在instagram欢迎追着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